What's up 大家 我是很愛吃 他是很愛摸 他是很愛夾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為了 學校的一個報告 廢話不多說 趕快去 當然要吃之前 記得帶錢 不然會像這樣 空空如也 這裡就不用拍了 不好意思 OK 現在我們到了 要進去囉 你喝海鮮喔 沒有 喝一樣沒關係喔 好好 海鮮好喝 吃掉 還有嗎 甜點 飲料 飲料 咖啡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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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炒回南浪 那蠻少的 就一小杯 差不多兩口吧 那你怎麼知道 好 謝謝 哇塞 在這裡工作 所以我們有 特別服務 請問一下 開門 請問一下 開門 請問一下 在網坪這個大家庭 從基層 然後慢慢努力到 我們現在主管這個位置 有沒有想要放棄過 或是有什麼原因讓你熬過來 好 OK 我覺得放棄 這是很大家 一般人都會有的啦 因為 尤其我們在 遇到工作職場上 一定都是會有一些時候 遇到一些困境啊 或者是說 總會有一些 自己沒有辦法突破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放棄很簡單 說出口很簡單 當我知道 我自己想要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工作 或是人生的道路上 都像一個曲線圖這樣子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人不可能永遠在上面 一定會有時候會往下 那 我自己都會告訴我 當我自己在往下的時候 往下坡的時候 我如果時間越短一點點 再往上爬 我的辛苦的路 就不會這麼多 問題2 在那麼多的主管裡面 然後不一定是最自身 然後也最有能力的 那你要怎麼在那麼多的人之中 然後凸顯自己的特色 然後脫移而出 在於自己的執行力 人家賦予你責任的時候 別人花10天做這份工作 做這件事情 你如何在10天以下 把這件事情完成 比別人用心 對 比別人做得多 3分天注定嘛 7分是靠自己的努力 給自己的設定目標 我的 比別人的努力 已經有做到了 那接下來要靠什麼 外在的學習 比起別人怎麼管你 曾經有一個主管啊 告訴我說 一廷當你覺得你現在過得很快樂的時候 你就要提醒自己 你危險了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自己 好 那加油囉 要趕快多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喔 這樣才會有辦法做到成長 對 問題3 在上面的時候要什麼 拿捏 在一個主管的位置 跟底下的員工 還有下班後 沒有這個身分 然後跟朋友跟朋友之間的相處 我覺得主管跟員工 是一個線而已 如果跟你們太親近的時候 也會失去了那條線 就會跟你們太融合了 我會比較嚴肅說真的 我會非常嚴肅看待 每一個客人進來做用餐 你們怎麼沒有做到位 這個是我要求的東西你們怎麼沒有去做 我會看得沒戲 當然下班之後 可能要打哈哈 罵髒話 吃宵夜 談天說地 我覺得都是ok的 下了班 說真的 我比較會少跟你們去做抱怨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是一個主管 我跟你們抱怨一些東西 說真的 這不是這麼恰當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 要求我自己 我反而是跟店長說 喔 今天的什麼什麼 遇到平時去做抱怨 然後讓他們去出發我們彼此的情緒 這我會覺得是會比較恰當的 對 ok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那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差不多 這樣子 計時囉 喔 好吃 好 去煮鍋 去煮鍋 旁邊 去保罗 老许我们花那么多天 就让我们怕丝吧 我们是 没录到 你可以剪掉 太近了啦 太近了啦 好好吃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